韩国瑜现在会有你知道立法院长 他是一个暖男公道博的人设 而且目前持续发酵 因为说到韩国瑜 他过去民党很喜欢打他 说他是九空院长 膝盖走路 爬树啊这种种的 所以当他当选了立法院长之后 其实都是在放大检视韩国瑜的言行 那韩国瑜这一次重返立院 收敛起了韩式幽默 对外维持庄重严谨的议长形象 避免失言引发的争议 面对媒体询问永远拱手道谢 也不接受媒体读访 每周两天的院会势必公清 公开形成青色的 除了接见外宾还是接见外宾 韩国瑜展现柔软身段 意识主持沉稳 应对外宾得体 一甩过去形象 重新塑造成立院暖男公道博 那么尤其其实上个星期传出 在当时霸函餐厅 宣布生意不好 所以要倒闭关门的消息之后 我们看到李燕秀委员po脸书 他说当这个霸函情绪最对立的时候 在一次闲聊 我问韩院长会不会生气难过 韩院长笑着跟燕秀说 因为韩国瑜赚大钱 不管是捧我的骂我的 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相信韩院长对调客食堂 就霸函餐厅 有更多的不舍与难过 这不仅是叶老板财务的损失 老饕口服的损失 更是多个员工与家庭 突然面临失业的困境 最后还是提到 期盼叶老板短暂休息之后 能够早日回归 实现对粉丝的承诺 所以即便是霸函餐厅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韩国瑜 他为人还是蛮厚道的 就是不折不扣的暖男 韩国瑜怎么可能会去 跟这个叶老板一般见识 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在他的视野里头 他也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说真的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法 台湾是个民主社会 每个人去支持你想支持人 说你想说的话 这在台湾社会都是被允许 那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要接受公平 所以我想韩国瑜也许会 跟他政治上的一些对手 针锋相对 但是对一般的民众 他绝对不会去讲什么东西 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他这一次重新回到政坛 他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角色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他因为要选举 所以他必须接受媒体的访问 其实那个时候 前回应该也记得 我在前部上讲过好几次 韩国瑜不要再随便接受访问 对 你都一直在讲 对 就是因为人家就摆明了 挖了坑要射陷阱给你跳 那我知道韩国瑜的个性 就是有问必答 但这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绿营的那些人就等着 不管你回答什么 我就想你办法把你剪 剪了就拿去做文章 对 就是弄你啊 因为他们连他们自己的节目上面 都这样干的 何况是采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初也是希望他最好 少接触访问 要访问就正式来 对啊 然后一些奇奇怪怪问题也不要回答 那可是当时因为他为了争取选票 争取曝光度 那也没办法 可是这次他现在回来是当立法院长 立法院长本来就不需要什么事情 都被你记者堵麦 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现在也知道 也就是因为以他立法院院长的身份 他如果想要有话 想要跟记者媒体说的时候 他再去接受访问票 他如果没有特别的话想说 或者现在根本不宜说任何话的时候 那就是跟你拱拱手 也不要得罪你 就赶快离开就好 没有必要再去扯这些这么多 因为他也知道 现在看起来好像 因为他自己的表现 然后所以整个民进党也好 绿营也好 对他的攻击慢慢降低了 网路上对他的抨击也降低了 可是他自己心里头应该也很清楚 现在还是危机四伏 还是很多人等着要去抓他的小把柄 所以他也不会去做这些傻事 我相信以他的智慧 绝对可以应付这些 这不是问题 他导致这个 这个所谓的吊客食堂的这个叶老板 老实说我觉得他要想的 因为他说他要去做慈善 也是要去到处去帮人家 我就觉得做慈善当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觉得叶老板等你忙完之后 等你善事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你当初会因为罢韩然后爆红 再来讲很多人来挺你 那有这么多人来挺你 为什么你留不住这些客人 留不住客人的原因是什么 是你的价钱太贵 还是东西不够好吃 我觉得你要去想想看 你到底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简单讲一句 就是你的政治脑少一点 厨艺多练习一点 因为我说真的 照理来说 这些人既然曾经去过你的店里头 他为什么不回来 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所以让他不能回来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如果又重新陷入那一种 下一次再来拜一个什么人 然后又再来炒一波风头又出名 那是没意义的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时代力量这些人 就是这样 时代力量为什么现在几乎全部都凋零光了 对 就是因为这些人他当初实力不足 只是趁了这一波 那个风潮上去 出事而起 那你经不起 整个现实社会的检验啊 到最后就一个一个掉下去了 所以要努力的 培养自己自身 我觉得 我们现在他现在 10趟也结束了 没有必要对他口出恶言或干嘛 但是我真的是良心的给你一个建议 好好去磨练一下自己的功夫 好谢谢网友EVA 董作104 阿雄加入报挂后援会 好谢谢你们 那让当我们这一次的这一题的主题 其实所定的是年轻票战争 那我们先来看看国民党 好国民党呢 举办了中常委选举 但是今年很特殊 登记及当选 投票率创新低 这个 曾经过去不都参选爆炸吗 过往动辄九成 这一次大幅下修到五成 当选门槛也从过往 大约500票上下降至百票有找 那怎么会这样呢 中常委分析 党代表权力义无不对称 中常委会视为是主要的原因 必须要改革相关制度 才能够解决 我先看到这边 这个很夸张 这一次投票率创新低 登记及当选 这过去我们看到都要 当选中常委还要到处去拉票 然后参选爆炸 那现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国民党确实要正视是危机吧 那当然是 国民党过去 因为在长期执政那个期间 以党临政嘛 那就是包括两党父子 他们大概都一直是党主席 包括李登辉也都是党主席 党主席其实是监总统 可以这样讲 那这些中常委里面 都是国资大佬 最重要的部位或者院长 或者北高的市长 北高的议长 这些都有相当多的分量 那时候的中常委的结构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执政 执政以后工商界大佬也来 就是说他有机会可以跟你当面沟通 大家同坐一堂 譬如说我今天是工商大佬 那我觉得说你最近一个政策 对我们有影响 你现在不用核电我对我影响 我就当面跟经济部长 他也是中常委跟我讲 然后请主席的总统 你看看 这样对我们有多大伤害 就很多东西就可以直接挑明了 那那个年代其实沟通是很方便的 因为你沟通直接去找负责的那个人 那现在国民党不执政了 接下来就12年不执政 你根本执政的人 因为你是在野党嘛 所以中常委他已经不怎么重要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选 那造成这样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是一个危机 因为过去国民党中常委 他提出非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且他也不是矛头小伙子 他有很多的人生经历 那现在弄成这样的话 可以让很多人不胜兮兮 但是我觉得也是国民党改造 改造自己中常委的一个契机 国民党已经是在野党 国民党中常委三十几个 比民进党多了一倍多 民进党最多就15个 那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你已经在野了 你还有那么多中常委干嘛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自己 因为国民党最近最喜欢讲一句话 叫扁平化 黄乎兴要拿掉 谁谁谁 那你中常委自己是要去改了嘛 是 中央委员也要改 中央委员有多少个你知道 210个 然后105个是厚补中央委员 你可以看 就是已经变得太那个 我觉得不太需要 因为你的党年数也不够 现在大概三十几万 那如果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结构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有那么多的 就是一个叠床驾驾的一个组织 那国民党过去的情况 当然它必须要符合社会的情况 那这社会的情况就是说他要很简便 很多反应要非常迅速 这次的中常委会被大家拿来当话题 当然过病了 就是说你要选29个 有27个来登记 那不是登记就当选 就会这样 据我所知他是登记有30个 那他的条件就是你要中央委员 才可以选中常委 有人的资格或怎么样不符 然后就被刷掉三个 那对党中央来讲 但是都这三个也没有什么 光明到哪里 30个显29个 那那个再怎么讲 大家也觉得说 国民党这个中常委 其实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大家也不太喜欢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过去在马航九当总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执政党 大家挤破头了 然后很多工商界 很多大家都想说 能够有这个机会 挤到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大家那时候都这样想 那后来发现马航九 我对中常委其实不是很重视 历来他不是很重视 他重视的是他自己那个执政团队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淡化了 大家觉得这个党也不太重要 那后来丢掉政权以后 大家对整个党的 向心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国民党每次在讲到 这一部分的话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党要能够给我们 一个写击怎么样的帮忙 国民党大家都很清楚 地方党部 譬如说我们熟悉的谢龙介 他没有薪水他要去募款来发薪水 是不是 所以就会觉得说 现在又没有钱 以前好歹有钱 还可以在国民党下面干个什么职务 现在没有钱 自己还要去募款 卖老脸 那变成现在想当的人越来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应该趁机把国民党做一个更大的修正 自己党的组织做更大的修正 不要有那么多中央委员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党代表 更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中常委 就是大家把这个精神拿出来做一个更精简的 然后我们的人力让他到地方去 地方去的话 到地方党部他有 不管是浮显的功能 或者协助党务 或者反映民意的这些功能 都反而在 第一法立法院的政府院长要行政中立 但是却传出了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 傅宽奇最近领衔提出了 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以及国道六号东延花莲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共同提案人包括了韩国瑜院长 以及江启臣副院长 那么根据了解草案在联署的时候 柯建民就曾经向傅宽奇示警 说议长没在签法案的 试图要帮韩国瑜踩刹车 但如今韩将不仅连署法案 甚至同列提案人 预料这草案未来将会再掀起 蓝绿政治脚异 那傅宽奇说民生法案都没有 意识不中立的问题 这都是为了扶国立民 民进党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这不是政治法案 所以有吗 韩国有踩到中立这条红线吗 柯建民老柯你在骗那些 那些外行人那些新委员 是不是要不要吐槽你啊 蔡英文当时要推一个 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条例 有有对 记不这个事 对记得 找谁联署 王金平 跟谁联署 柯建民要吐槽你吗 哇 你们要院长来帮忙联署 表示这个法案是 跨党派的很重要的 哎呦 这个没有意识中立的问题 怎么啦 这个盖个环岛公路王 怎么 韩国也就不能联署了 你是在说什么 要不要吐槽你 对不对 他说议长没有在 什么议长没有在联署 议长意识中立就主持会议的时候 不管是党团会议 或者是这个院会 就是议长该做的事 对 你维持中立就好了 然后你说议长不能够 顶多我们会讲说议长不好咨询 但是也没有真的议长没有咨询过 还是有很少很少 所以这里 大家不要 这个柯建民可能因为他资历老了 欺负很多委员 在立法院混的时间不过久 其实很多新科委员真的 他们两个不好意思讲 很多新科委员搞不清楚 立法院一些SOP 连那个议事处总务处的职员 很多欺负他们 会 真的会这样子 就像柯建民现在在欺负韩国瑜一样 没有韩国瑜当然当立法委员的时间不久 然后两任嘛 对不对 其实我不承认 两任立法委员比如说 立法委员那些眉眉咳咳咳 不一定摸得很清楚 那至少韩国瑜是政坛上老鸟了嘛 对不对 没吃过猪了看过猪走路好不好 好 你在用这想要拐韩国瑜啊 差不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韩国瑜 连署那种 那种两党没有什么好批评的法案 不过如果说环岛高速铁路的建设法案 你民进党反对那你就公开讲反对了 对 你是要党吗 这个我们决定民进党绝对不连署 我仇反对到底 你反对啊 可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分党派的 难道环岛高速铁路 是只有我们国民党员可以搭吗 还是你民进党员不搭 跟民进党员不用TikTok一样是不是 很搞笑啦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很好 韩国也没有什么中立不中立的问题 任何林民生法案 院长副院长都可以连署 再来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 这个我刚才那个阿兵哥讲的对了 这个现在声望调查 那个博弈教授讲 声望调查不等于得票率 要看竞争对手是谁 因为你声望调查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显现不出他那个重要性 可是政治人如果声望不高的话 人家都懒得跟你竞争 简单讲是这样子 要先列入排行榜啦 对不要先列入排行榜 不能列入排行榜 政党也不敢听咪咪啊 那其实这里面有个结构性 我觉得难能可贵 我仔细看过它的数字 就是国民党里面 卢秀燕的支持度的声望指示 跨各个年龄层 不因为年龄层而有所不妥 这是跟其他 列在上面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讲说 国民党政治都没有年轻人支持啊 不是耶 卢秀燕是跨年龄层 他就有年轻人支持啊 对啊 各个年龄层支持度 不就是一样的啊 这是好事啊 这是好事 所以卢秀燕的努力 大家看得见 所以我是觉得 卢秀燕是很多 各个年龄层选民所期待的 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个其他的政治人物 要效法 不要嫉妒 不要吃醋 互相 大家互相学习 毕竟他们都六十出头而已嘛 年纪也没有特别的大 所以这是好事情 韩国瑜现在对立法院的整顿 我非常同意韩平雄不能停 也不是因为说 游锡坤的谁谁谁啊 民进党真的在这八年里面 塞了很多 这个怎么讲 四位素餐的人 进入各个单位 尤其是立法院 立法院本来就有很多老油条 你塞了更多 更搞笑的老油条 当然你韩国瑜 那自己要心里要有素 你认识这个单位吗 还给民主基金会 民进党不是不拿出来吗 为什么要给民主基金会 民主基金会就是 立法院的机构嘛 虽然预算是编在外交委会 他事实上就是立法院给钱的嘛 成立了嘛 他的钱是做政党外交 所以就根据立法院的 各党派立委的席次 来分配政党外交的预算 所以他的董事长一定是立法院长 这个你不用跟我讲什么道理啦 这个是成立了原来的民主基金会 但是我要跟他讲 民进党 苏嘉全跟邮席坤 当立法院长以后 是兼任的民主基金会 苏嘉全换到邮席坤 我们现在很正常啊 现在为什么不能换到韩国以后 我都不懂啊 那韩国要注意哦 尤其是苏嘉全啊 把民主基金会的钱 因为他分成三块 一部分是什么 外交部的 一部分是各政党的 他一部分是院长自己的 然后民主基金会 很多人幕僚 最民进党 杀了一大都乱七八糟人进去 我公开讲 这乱七八糟人进去 乱七八糟什么程度呢 民主基金会捐款 配合谁捐款 配合索罗斯基金会捐款 我公开讲 有没有这回事 民进党坦白承认一下 不是捐钱给索罗斯基金会 而是索罗斯基金会 捐给某一个国外的政客 民进党就跟着去捐款 那个人叫英国的 保守派的前党魁 叫Duncan Smith 索罗斯基金会 为什么要捐给这个人啊 而且那个是被保守党认为不够格 他的当保守党魁 只当了两年就被拉下来 是保守党自己把他拉下来 比那个什么 蔡兰子立委 那个女的首相 不相上下不合格的 保守党的党魁啊 那索罗斯基金会捐给他看什么 那你民进党控制的 台湾的民主机会 捐那么多钱给他看什么 你们有问题嘛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们在干什么 对不对 一个正常的推动民主的基金会 怎么会捐一个保守党 不合格的首相下台的人 你捐给他干什么 给他去做什么事 他当然会讲一趟大理 我做什么做什么事 有什么捐给他呢 而且配合谁捐呢 配合美国民主基金会捐 全世界都知道 什么叫美国民主基金会 就是CIA 你不要告诉我这什么 哈 美国民主基金是CIA的外回机构 那请问你 我们台湾这个民主基金会 难道也是我们国家安全局的附属机构 还是我们军情局附属机构 如果是我也没话讲 你今天不是 立法院 你去收买那个美国 英国国议员干什么 而且是你民进党说买的 是我们立法院大家共同的意思吗 你是立法院长 这个叫做要中立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等到一听说三月要改选 他可以三月一份 他可以当民主基金会 这个 韩国瑜去把民主基金会账看清楚 不要到时候 这个被嘲笑说 你没有时间看民主基金会账 你看不懂 我建议你找一个人看 那个很厉害 那个人叫傅昆琪 傅昆琪保证很厉害 这干的账 他到底捐到国外去捐给谁 不过因为同样的是看这一份 这个TBS的政治人物声望的 满意度大调查 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 柯文哲 柯文哲突然之间 他是吊车尾第11名 而且细看他的 结构他一向占优势 二十到二十九岁 三十到三十九岁 的满意度都大幅下滑 不满意度都上升 柯吉你意外吗 满意度跟支持度不一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还有三成 比他的得票率还高 是啦 得票百分之二六 对啊 所以OK的 对柯文哲来讲这个OK 你这个什么意思 再来我补充一下 前面讲那个院长 能不能联署什么 都可以 都可以 立法院长也是立法委员 他有完整的立委的权限 但关键是什么 这个事情是因为 他被放在共同提案 共同提案 就像刚刚这个 这个蔡政委委员讲的那个 那个生物那个条例 王津平是领衔提案 对 当初王津平为什么要领衔的原因 是他是要代表说 我们这是国家重要产业 立法院全力支持 跨党派一起支持 所以我说这一次喔 就我了解啦 傅昆麒总招 他就是很希望 韩国瑜将其成 一起来支持推动 东部的交通建设 这是副总招 期待立法院政府 能够帮忙 这个联署之后呢 用领衔的方式 把推 表示说第一个是 蓝军支持东部的交通建设 这第一个 可是呢问题就来了 现在行政部门不是国民党 你就算今天立法院真的通过这个 行政院会照干嘛 会照做嘛 这是另外一回事喔 所以 所以 第一个也许行政院提复议 第二个也许在立法院 搞不好到时候 蓝白就不合作啦 搞不好这个案子白 柯文哲不一定要跟你合作啊 所以这个都还很难讲啦 这个未来 这个法案怎么过是另一回事 但是 政府院长可不可以投票 当然可以 ECFA就是王津平 关键一票过的 没错 没错 再来 蔡其昌在同婚的时候 她还特地进到立法院议场 投下了一票 所以 立法院政府议场可不可以投票 可以投票 因为韩国瑜呢 拔掉了总务处长周杰 那这个民党团 我们看到也是支持的 那谁来接呢 目前传出内定的是 台中市府副新闻局长廖炯志 等于韩国瑜向台中借降 而且呢 还为此啊 跟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有都通过电话 那陆炯志是谁呢 其实昨天波基在我们节目现场 第一时间就讲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有透露他一下背景 曾经组乐团 他包括呢 他的工作经历很独特啦 曾经担任过房仲 还有一路苦读 最后获得了文大法学博士 也曾经在学校教书 另外呢 他因为对音乐很有兴趣 在年轻的时候有过PUB铸唱经历 也组过乐团 直到进入了公职 还是不时在音乐领域有所表现 同时他也是国会联络人 而且呢 不分蓝绿 他都待过 所以被圈内称为最不像公务员的公务员 那两件事情我请教亮哥 一来就是韩国瑜拔关这件事情 亮哥你觉得是有战略考量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这边几个大字写着 因为呢 我们看到不只是秃子拔关 那么燕子呢 举荐 所以感觉起来 韩儒在立法院结盟 是不是有一点点也在布局2028的味道 还是我们言之过早了 亮哥 不 韩跟儒有一个共同人 就是郑造星 搞不好是郑造星推荐 是啦 是啦 对吧 所以这个并不太意外 这个 我觉得韩国瑜 先是在第一个阶段来凸显 就是他做什么像什么 因为本来绿营要挖他的空 说你能当立法院长吗 那经过两三个礼拜 这样锻炼下来 那是一点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他要开始展现作风了 就是内部管理嘛 那内部管理他就是标局 要自律啊 要反贪啊 大概就是这样 那 接下来我们才会见智到他的本事 就是这个朝野真的协商 他要弄出一些法案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广义讲的 对外啦 就是不只是对美国的外交啦 还有对大陆的部分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慢慢慢慢 会推出菜来啦 那现在就是已经进入了内部管理的阶段 所以 我觉得不错啦 就是 这样刚好就是这个 他跟卢修院有一个隐形的一条线拉住啦 这也是好事啦 那 这个廖炯志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 他是一个帅哥 他是一个帅哥 这个 所以有帮助到什么吗 可能这个 我们会有不少女委员会 会常常打电话给他 这样 请他帮忙这样 我不认识他啦 不过我一看他 他是新闻局的副局长 那我一联想就是 一定是郑造星从中前线 是 所以 卢修院有郑造星这个副市长真的是 可以帮很多忙啦 因为他就是一个 人面很广 会去铺就各种 政治的运作平台的一个干部 这对两个人都是好事啦 好 那请教上志哥 就怎么看待韩国瑜的新冠上任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 他火速拔关 拔掉了争议性非常大的 这个总组处长周杰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韩国瑜算不算是有世人之名 比如说他用了周万来 那比如说刚刚亮哥讲到了 他的民主基金会执行长 请来的是卢叶忠卢老师 他说这非常难得 好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的就是因为 在举药的这个台中市新闻局副局长廖炯 是来接立法院总务处长 这样的一个职务 是这个台中市府同意借降 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讲说 哎哟韩卢结盟 那韩卢结盟当然会联想到很多 也就是说即便接下来 不管是2026 2028 其实你也很难 让外界或上绿营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我毕竟还是要提一下 如果对照之前的侯友余和韩国瑜 对不对有一大段时间 两个人也常常被挑拨 但是目前看来韩卢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首先我想这次 我总体对韩国瑜的评价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接立法院院长之后 他整体从人事的切入跟布局 包括前面全部所谈的 对于内部的训话也可以这样讲 包括这些在内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战略架构很OK 非常OK 而且这个OK程度 我现在看起来不止我们在 所谓南美这边讨论给正面评价 我看到现在在海外 包括中国大陆对韩国瑜有兴趣 都给予不错的评价 所以目前总体的评价 当然我觉得韩国瑜 现在应该是这样讲 在所有圈台湾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在在野的政治人物当中 他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 站在权力跟资源核心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放逐别的 第一个在总维中华民国 宪政体制当中 他排名的部分 也就是在几个人之后而已 所以那个在法律的地位的位阶 乃至于包括立法院长自己本身 立法院自己本身的内控的预算 跟结构跟人事 也是一个权力 可以长出很多可能性 可以实践很多理念的小天地 现在再加上民主基金会 众所皆知 你只要知道民主基金会的运作 如果你可以拿到主导权 它里面的钱 它里面能够做的事情 它里面能够为中华民国政府 乃至为韩国瑜个人 所建立的部分的人脉关系 可是又有钱又有人又有资源 又可以叫得动一些人事务 周边的一起做事 也就是说其实我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韩国瑜对他自己所处的 这样子一个在这个政府里头 只剩他在野 别人都没有 别人都没有 立法委员的那些 包括总双富庚奇 包括各党其他的部分 即使包括卢秀燕 都还是在地方首长 但他就是在中央里头 可以长出一个正式的小花园 或秘密花园都可以的 因此就这些人是看起来 他知道他自己在哪里 所以他的这些布局跟整顿 跟强势自己 我们都知道 这里头就牵涉 只要对于公司治理有概念的人 都知道你要掌管的部分 就两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掌握立法院 或掌握这一些部分 就两个 第一个人事 第二就是财务 所有跟人事财务当中 你把这个东西抓紧的时候 就可以所有一切的结构 跟后面推进的目标 都可以按照你的意志来进行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这些人事 特别是我也很欣赏 他从台中的地方借匠过来 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子 如果你老是找自己 过去自己人来说 那你其实圈子没有办法放大 但是相互的借匠 相互的友好 其实反而是很多的对话 要知道其实韩国瑜 在现实大韩国 在高雄当市长的时候 他的财政局长也是跟一手大学的教授 来借匠 那么就我当时理解 他们其实也并没有 在财务方面来讲是过去有渊源 其实就是在地方打听之后来借匠的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让他构筑一个又开放 就是说跟各方借匠 可某方面在整体的 他要英文讲marching 怎么样 就往前推进像行军一样 去慢慢建构出 他在立法院长跟立法院 这个真正的政治的影响力 可不是那些声望或声量 那些东西都需的 而是在所有人事的资源 跟后面继续的目标当中来讲 无论他要调和顶耐 调和顶耐 不是立法院在那边敲锤子而已 你要很多台面下驱动的人士 的这些东西你要有影响力 所以这个目前我觉得整体来说 方向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比如说现在我对韩国瑜可能看来想说 他可以吗 周安来是OK的 可是我本来对韩国瑜的预期大概是这样 我认为他大概只有我有两倍的好 而且这些战略的结构 还没有继续推进或继续做出什么 我认为接下来就看他的民主基金会的 这一亿 这个地方也有个董事会 都知道今天讲董事席次的这些问题 他要怎么样突破途径 其实虽然民进党有绝大多数的董事 可是其实他作为实际上董事长负责人 还是可以主导董事会 只要你是董事长 你在主导这董事会当中 你还是可以有一些临时动议跟一些做法 而不见得被民进党掌控 所以我下一个对韩国瑜很期待跟观察 就是在民主基金会的这件事情上 虽然民进党部分 在里头有一些猫腻 在做这些董事席次的这些勾搭 可是如果这也不是意识规则 而是韩国瑜如果在战略架构上 就像ESG永续的公司治理的 就是governance的这一块 如果他有谋略他有部分的话 还是可以做一些厉害的事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阿姨 有阿姨 杂辛莎